好莱坞大片《环太平洋2》在国内火热上映中 而这部电影虽然屡次被批中国演员太多或者被吐槽 不过是好莱坞在中国圈前制作 但在同一当期下 仍然有许多观众买票进场观看 令人惊讶 但是这部电影中的男主角竟然是一位90后 而且出到几年中就已经参演了多部好莱坞大片 可谓是后生可谓 可是对于男主的长相 网络上纷纷吐槽说 这是90后的长相 还有不少拿黑棒和暴地做对比的 这两人一个42岁 一个31岁 看起来比26岁的那个年轻多了 全防卫吊打他 甚至还有人说 跟他比起来 詹姆斯简直是天人之姿 不过 这位经常遭到全世界网友们吐头的男主角 却很喜欢中国呢 之前电影杀青时 约翰就在网上宣布 环台平洋而经过六个月的拍摄正式杀青 并配上了一张自己在中国青岛东方影都的照片 却约翰伯爷家自己说 中国这个地方 同样吸引我 建筑风格 自然气候都很好 而且这里的人们也很友善 我们还与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唱课 玩得很开心 开机之前 我们举行了欺负仪式 一样燃香 然后攻上气体 这会让你产生一种信心 相信这部作品一定能成功 还会散发出许多的正能量 而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习俗 看来在中国拍戏 这段时间 约翰也是在中国玩个遍 可是 对于男主角这么多的作品来说 如今依旧不温不火 似乎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之前就有网友在网上爆量说 但是这货子就被称为美国景前 各种大IP都能见到 而且情战法里面 感觉就为他强行加戏 那段剧情感觉切了也不藏突 这样一说 令人们不禁想到景前出道之初 做餐饮的那些作品 无疑不是大致做大手笔 可是到最后的票房却都十分惨淡 口碑也是朴朴通通 这也是景前始终被人们所吐槽的原因之一 不过好在去年 那大唐荣耀成功的为景前当回一局 不但是获大票粉丝 也让那些质疑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少 而对于如今的美国版景前 约翰伯耶加来说 今后要走的路看开 还是很艰难啊 毕竟好莱坞的工作环境 非同寻常 但是今次总会发光 我会发光 我会发光